就一開始 首先帶您關心到的是 台東縣金峰鄉冰茂部落 發生的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造成學人送醫 其中三人死亡 目前還有六人住院治療 衛福部今天公布 從阿拜的食於檢體 檢出有機磷托福松 屬於劇毒農藥 但有學者分析 這次小米阿拜使用到的植物性食材 無論是竹筍或是粽葉 種植的過程都不太會使用到托福松 農藥怎麼進到阿拜裡 監禁也已經進入調查 多名毒物專家回到現場採樣 再奔農地縣刊 查訪當地農藥行 也與家屬訪談 要加速調查釐清 台中集體中毒案 背後真正原因 這起事件造成 金峰鄉冰茂部落三人身亡 當地衛生局 以宋燕蝸牛協同 以及阿拜小米種食於 三件檢體檢測 經過衛福部農藥 廣篩檢驗 再時餘發現不尋常訊號 驗出有機磷托福松 每顆粽子換算下來 初估是大概30毫克 很明顯這個托福松的檢出是毫無疑問的 而且濃度相當的高 衛福部說明有機磷托福松是劇毒農藥 中毒症狀有瞳孔 變針瞳 抽搐 嘔吐 昏迷等病症 即行期在5到30分鐘內出現 這次採集的人體檢體 初步也驗出有農藥反應 食於檢體內部分別是哪一個食材 我們當然還會再去做一些定性的鑑別 不過經過烹煮之後 原來來源是什麼可能都混在一起 它其實都是用在香蕉油 然後菜 十字花生的菜 至於阿拜包了哪些食物 食藥署提及除內外層葉 還有小米 蝸牛肉 豬肉 根竹筍 到底哪個成分可能穿雜 托福松 雖是有待官方進一步見別 但有學者檢視這次相關食材 認為種葉根竹筍在種植過程 不太會用藥劑除蟲 它是使用在土壤裡面 那它的半生期其實也都不長 頂多就是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 這樣子的半生期 所以使用了以後 然後又在田間又降解 又衰退 要從藥劑到植物的殘留 然後被人射死以後 造成像這個急性中毒的情形 基本上它是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縱使學者點出托福松具系統性 會被植物吸收 用水洗不掉 但因此引發中毒 過去不多見 只是以官方統計 全案累計12人送醫 其中3人死亡 也有6人持續住院治療 究竟農藥怎麼進到種子裡 現在監禁也介入調查釐清 記者 張明哲是關訊息 向井中建綱 台北台東報導